一到夏天就是游凶椅 也是熟生琉璃椅的高峰出末期 严重影响民众居住品质 因此近期住山镇工作也准备了灭药剂 欢迎民众可以持身份证 自隔离办公室领取 我们把这个耳台悬开 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 拿出来之后把我们的药剂 倒到我们这一个里面的耳台里面 那到耳台里面之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盖子盖上去 然后悬紧 悬紧之后呢 再放到蚂蚁会经过的地方 那耳后呢 再把稍微悬开个一圈到两圈左右 这样子药剂就会留在它旁边 那蚂蚁就会一直去使用我们这个耳剂这样子 游凶椅的频繁出末 这几年来是地方民众相当困扰的事情 竹山镇控所能够协助民众来消灭蚂蚁的用心 也让地方上都相当肯定 今年来我们流利鱼 受我们原平这边的困扰也很多 每一间房子 其实都有高侠照进去 做新民众的困扰 那我们町长这边呢 公司这边呢 很极限来推荡这个 放流利鱼的高侠药 给我们民众提供的使用 在这两年来拿回去后 其实蚂蚁有明显的减少 那这个真是很好的 也很感谢你们都很用心 一直来推广这个蚂蚁药 民众有需要 可以来这里拿回去用 县运如瑞芳 相当感谢震控所的用心规划 协助民众处理 困扰许久的乙患问题 渐渐的炎热 越来越热 这个高侠 都进入 我们的民宅 我们第三 县公司 县长 也是很关心 这个问题 都发一些 油 让乡亲 可以说来 放到厨房里面 押到墙角 让蚂蚁入侵民宅 感谢我们公司 第三县公司 这边的用心 议长和尚丰 肯定真功所得 用心规划 而使用面移药剂时 也请民众注意安全 才能够有效改善 蚂蚁入侵住家的困扰 记者卢宜凯 竹山采访报道